在這個說明之前,我想用一張圖先解釋一下,為什麼台灣那麼多的地震? 各位看一下,請看有這個資料,上面這張是台灣的地理構造,這是歐亞板塊,之所以地震是因為我們的板塊是向下插的,往歐亞板塊向下插 由於這樣下插,產生了很多地震,各位看下面的地震圖,在南部是反過來的,是歐亞板塊向,飛行飛行板塊向下插 然後中間這部分,從花蓮到台東這整塊部分,是板塊的擠壓,就因為這樣下插和擠壓的力量造成我們台灣的很多地震,在這個分布可以看到 地震大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板塊運動所造成,一個是活動斷層所造成的 那活動斷層所造成的,那活動斷層所造成的,那活動斷層所造成的,也是反過來運動的原動力,是這樣的 OK,但是跟各位解釋一下台灣的實際上地理構造是這樣的 那0206發生地震之後呢,也許米輪斷層有很多的建築物倒塌 所以引發了,這米輪斷層到底對這次災損的角色是怎麼樣 大概引起社會很大的關心,所以我們歷史大家所在2月7號開始就派員進到花蓮去調查 一直到過年之前,我們都還有人員在花蓮去進行調查 在這個之前,除了實際的地面野外調查之外呢,我們還做了很多大地測量 大地測量,那大地測量之後呢,我們在目前的結果都都帶回到手裡來 我們做了室內的分析統計做評估 那現在目前的評估結果是有這張圖,各位看到手上這張圖 這黃色的縣呢,範圍是我們地道所公布的,譬如是活動斷層地質靈感區 這是一個範圍大概300公尺寬啊,從畫到這一頭,一直畫到這一頭的海邊 我們去調查結果發現你們所有的呢,都沿著這個敏感區的範圍內呢,有很多的破裂面 有很多的噴沙現象,有很多的防護倒塌的現象,都沿著破裂線的分佈 所以呢,尤其地面的破裂讓我們初步的研判,的確是有動的,是有錯動的 但是這個錯動到底原因是怎麼樣,是它自己錯動產生地震呢 還是因為地震造成這個敏感的錯動 目前為止,這在地質科學界,在學界還有不同的聲音 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呢,就地道所目前的分析結果看起來 我們認為,這個敏感的錯動是因為地震,反觀運動所造成地震所誘發 並不是它本身,並不是,目前為止看不出來它是,產生地震的,產生地震的才有原因 我們簡單的說啦,裡面斷層是有點被動式的錯動 但是因為這樣的錯動還是,增加它的震度 所以造成了,也許在這範圍裡面,它的錯動造成比較強大的震度 加上我們的地質敏感區,斷層帶本身是地質比較脆弱的地區 所以我們很多的建築的結構,可能搶入就不夠了 就造成它有倒達的現象 那除了這條線以外呢,我們發現,再看一下這一張 在敏頓丹城南方,我們有一條斷層叫做臨頂斷層 我發現也有錯動的情形,就在這位置 那我用這張比較詳細的圖來看,這張 上面也有很多的錯動,很多的現象 還有噴殺的現象,沒有噴殺的現象 很多錯動的地表破裂的現象 但是還好,這個地方都在沿著河床走 而且這個地方沒什麼人居住 所以造成災害比較輕微一點 有一個很嚴重的,這還在花蓮大橋 還有大橋本身有錯動的現象在這裡 所以這整個看起來,目前我們調查的結果呢 最終的結論是,雲南段的確是有錯動的 但是是不是產生地震的主要原因呢 我覺得這個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 進一步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接下來做的東西是比較偏向科學的研究 科學的分析 那我們這些製作的分析是要建立比較完整的地址 段長的參數 提供將來我們政府 譬如說在建築規範上面的修正來使用 這就是我們來採的攪架 然後我們去做的那個 好幾個 Dul目的 是非常熱的 那麼它,我們要做到那個 都還是要做的 我們達成功 我們來做的